国杆同盟军与军政府再次停火 中方斡旋缅北和解与边境稳定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今天咱们得谈一个硬事了 中国外交部2024年1月12日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提问 据报道近日在中方的帮助下 缅甸军政府同国杆、德昂、若开等 缅北民族地方武装在昆明举行了新一轮和谈 中方能否介绍情况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 2024年1月10日到11日 在中方的斡旋和促推下 缅甸军政府同国杆、德昂、若开 三兄弟联盟组织代表在中国云南 举行了和平会谈 并达成了正式的停火协议 双方承诺 军事人员脱离接触 相关争端与诉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 不损害中方编民和在缅甸的项目、人员和安全 双方并就停火安排等其他事宜进行了协商 毛宁表示 保持缅北停火和谈的势头符合缅甸各方利益 也有助于推动维护中缅边境的和平稳定 中方希望缅甸相关各方认真落实 已达成的停火协议 彼此保持最大的克制 继续通过对话协商来解决问题 共同推动缅北和平进程取得进展 中方愿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支持 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怎么看 一纸停火协议没有什么约束力 到底能不能停火 这个要画一个大问号 尤其是敏王来这个臭小子 他从来就不讲什么信誉 但是呢 这个会谈给我的第一感觉是这样的 缅甸军政府很有可能坚持不下去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要看看啊 缅甸军政府这是跟谁在谈判 军政府能坐下来跟缅北三兄弟和谈 本身这就值得讨论的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早在2017年的时候啊 当时呢 还是军政府与这个文官政府合作的时期 直截了当把三兄弟联盟 无论是国感若开和德昂这三支军队 定性为恐怖分子 然后呢 永远不与对话 那可见呢 当时三兄弟联盟在军政府和这个文官政府眼里 到底是一个什么形象 但是现在好了 无论是民族团结政府和这个缅甸军政府都想争取 利用和这个与这个三兄弟联盟进行结盟 这个情况呢 就很有意思了 民族团结政府呢 利用三兄弟联盟训练自己的军队 然后呢 三兄弟联盟尤其是国感同盟军的制军方略呢 在整个缅甸的民族地方武装 以及人民防卫军当中呢 广泛的流传 缅甸军政府这边也想拉拢争取三兄弟联盟 所以呢 才有了今天的停火和和谈 停火能不能遵守是一方面 但是呢 能达成所谓这个短期停火 本身他就值得讨论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缅甸是根本不想与三兄弟联盟谈判的 因为他没有资格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缅甸军政府不得不与三兄弟联盟谈判 那可见三兄弟联盟的重要性 尤其是在国感同盟军光复了国感之后 现在呢 一个非常明显的迹象 就是在1027行动之后 三兄弟联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甚至可以左右缅甸未来的走向 所以无论是民族团结政府 还是军政府必须笼络住或者拿下三兄弟联盟 军政府呢有人说能不能消灭他们 现在情况是不可能 因为这块试过了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国感同盟军已经光复了国感地区 德昂军已经接近光复了德昂地区 若开军 他本身就有四万多人在多个地区作战 他这个情况呢 让整个军政府是焦头乱额 所以军政府没有办法只能停火和谈 而且呢 还恳求中国去斡旋这件事 那可见呢 现在军政府的情况呢 可能要岌岌可危了 甚至有人说 这是不是缓兵之际呢 情况真不是 为什么就缅军现在这个战斗力 不存在缓兵之际 现在如果缅军想打出一个什么名头来 必须得马上打 为什么如果不马上打 就缅甸现在这个军旅文化 开小叉的开小叉 代家属的代家属 这种军队是基本没有战斗力的 比如说在国感这一次 投降的有四千多人 其中有一千九百多人是家属 那可见的情况呢 他已经到什么程度了 如果论实力来说 国感同盟军八千人 德昂军七千人 若开军四万五千人 在缅北三兄弟联盟 总共有两万军队 这两万军队缅甸的军政府 想给他吃掉不容易 但是呢 这个停火协议该如何解释 那我们呢 今天要解读一下 首先也是大家关注的 会真的停火吗 大野猫认为大概率不会 我之前说过 敏昂来这个臭小子 或者这个地赖子 什么事都能做 他不可靠 所以这个人他不可靠 他你能相信他吗 你肯定相信不了 另外呢 就是三兄弟联盟 也有自己的规划 比如说国感 他要建立一个华人的特区 而这个华人的特区 是包括蜡须和木解的 德昂军也要要求自己的自治区 其中呢 也包括蜡须 交卖等还没有拿下来的地方 若开军呢 那肯定是整个若开帮了 如果这次停火 那么停火的范围包括什么 如果若开军仅仅是缅北停火 还可以说得过去 那如果缅甸军政府揪着若开军不放 让他在所有地方停火 那么若开军是肯定不能停火的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若开军在若开帮 沁帮 石阶省 马归省 善帮和克钦帮 都有自己的存在 这样一支部队 现在你要让他在整个地区停火 是几乎不可能的 很有可能缅甸的这个军政府 明昂来会利用若开军这一点 然后再次撕毁所谓的停火协议 那这些东西呢 我们可以拭目以待继续观察 但是让缅甸这这伙人 想让他们保持这种停火协议 现在看基本上就等于做梦 不可能发生的事 另外更重要的一点 它是关乎到缅甸军政府经济命脉的 就是口岸归属问题 在缅甸北部有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口岸通道 一个是木槿即瑞丽到蜡须方向和林仓到蜡须方向 两个方向重要的口岸 这个口岸归属 缅甸军政府是肯定不会放的 他们肯定要诉求这两个口岸 为什么这个里边有实际意义 这个实际利益是什么 一带一路马上就来了 大家知道一带一路可以带来的经济利益 可以带来的其他方面的利益 非常的巨大 非常的庞大 他们想干什么 保住这些口岸来直接了当 控制这些地方的税收 以及这些地方的买卖 这个是他们需要的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缅甸依旧控制着 也就是缅甸军政府依旧控制着 木槿到蜡须的这条公路 而这条公路现在已经岌岌可危了 已经马上要被德昂军拿下了 另外清水河到木帮到蜡须 这条线完全被同盟军占领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军政府想要这两个重要的贸易通道 但是军政府很显然没有这个实力 把它保住或者把它拿下来 也就是说军政府想要的 他得不到 军政府现在必须要对此付出代价 他又不想对此付出代价 所以呢 他在这个问题上是肯定不会让步的 当他不会让步 我们会看到这个停火协议能不能继续 那我们就再画一个问号了 另外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1027行动 这个1027行动可以确认的是什么 新的平衡已经开始了 而且呢 双方基本上又达到了某种伯仲之间的力量对比 也就是说 闽昂来的军政府无法消灭民族地方武装 之前都消灭不了 现在更消灭不了 但是民族地方武装想拿下整个缅甸 这个里边还是成问题的 问题在哪呢 关键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下缅甸的人口和下缅甸整个他所代表的力量 还是依然很庞大的 比如说我们之前说过 民族地方武装三兄弟联盟在缅北只有2万人 但是如果他们进攻曼德勒 曼德勒可是一个145万人的大城市 进攻这样一个大城市2万人很明显是不够的 另外呢 至于说三兄弟联盟哪怕想攻打曼德勒下缅甸 大概率也不会 为什么 因为首先兵力太少 第二个自身建设 第三个他这个军队有没有这么高的觉悟 我们在这块呢是要画一个问号的 为什么画一个问号呢 比如说国杆地区 现在国杆同盟军已经光复了国杆地区 他需要的是什么 他需要的是治理整顿和难民重新安置 而且这些东西他关乎的东西是地区建设 民族地方武装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就是乡土之情 防守自己的家乡非常的能耐 但是呢 你要打出去了情况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很明显若开军是个例外 同盟军也有自己的民族旅 所以在这点上呢 我们需要观望 但是等不等同于这些民族地方武装 可以联合起来进攻曼德勒呢 那这个东西我是要画一个问号的 我认为呢 不太可能 另外讲一讲中国诉求 中国为什么要斡旋此类和谈 因为中国希望的是缅甸的和平稳定 尤其是缅北地区的和平稳定 为什么 因为这个里边有大量的中国公民的人员安全问题 而这个人员安全问题作为中国政府必须保证 另外呢 缅甸的中资机构和公民安全也要得到保证 这些东西在缅甸内战的情况下呢 让他们去保证呢 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怎么办 所以必须要劝和促谈 达成协议 在缅北地区你给我保持这种和平 如果在缅北地区达不到 那么情况呢就后果不堪设想了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中国希望的是什么 你缅北地区保持和平稳定 缅甸内部随便来 我不干涉你 但是呢 你不要破坏我们之间的协议 你不要伤害中资机构 以及中方人员的安全 仅此而已 也就是说呢 现在国感同盟军与军政府再次达成停火 中方斡旋缅北和解与边境稳定 但是至于这一次所谓的和平协定 能保持多久 所谓的停火能坚持多长时间 我们依旧持续关注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